古语说 诗者所以传道 授业解惑也 而在这现代的高科技生活当中 老师更像是导演 传授知识与学生 万数学生待人处事之道 给予学生建议 引导学生演绎自己想要的未来 而学生就像是演员 在导演的引导下 将生活演出绚烂 活出精彩 学生角度看校园 这里是育中学际报道 大家好 我是陈伟杰 我是张欣宜 圣诞根育员独立中学 于2022年7月2日 于育员综合礼堂 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庆典活动 此活动是由本校学长团班长会主办 同学们为了感谢诗恩 精心策划了一系列 别出心裁的感恩活动 今年的育中教师节庆典 别具匠心 学生把育中大礼堂比作电影院 老师收到电影票死的邀请卡 前往电影院观赏学生精心制作的电影 此次教日节主题为 影入诗者才印相随 影有着电影及影子的意思 老师就是我们的导演 就引领着学生走向正确的道路 疫情会影响到我们的头背进步 希望各位看得开心 玩得过瘾 同学们在一个月前已进行了教师节主题绘画比赛 以及礼物制作比赛 他们将会把一起制作的作品送给敬爱的市长 让我们看看演员们精心准备的节目吧 因为它取之环筷的同时 又可以带出我们同学们对老师们的走 在这么大的世界里面遇见老师 老师就像电影导演 指示电影演员如何将电影演绎完美 在校园各处都找寻的大老师的影子 提示出了老师对学生的用心 印指的是庆典当天 礼堂将以电影手印礼作为主要设置 邀请老师们前来参加此手印礼 另外印也带出了反应的意思 此教师节庆典反映了学生们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 老师们犹如领奖台下的导演 为领奖的演员默默鼓掌 老师们在教育的道路上默默地奉献 当学生获得荣誉时 老师们总是满心欣慰 自豪无比 导演是演员的指路明灯 负责给演员讲戏 指导 并引导演员把戏演好 希望演员有朝一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挥方式 导演对于演员是至关重要的 他不仅指示演员如何把戏演好 还引导演员进行实际操作 就如同老师与学生一样 老师们不仅传授知识与学生 还灌输学生待人处世之道 给予学生建议 期望长大出世会后 学生能带着所积累的知识 及所学习到的能力去打拼 成就更辉煌的未来 教师姐快乐 谢谢太阳姐来的教导 我以后会努力读书 提醒我的成绩来报道 谢谢你对我的教导 教师姐快乐 谢谢老师 教师姐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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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做得很好 希望大家都是开开心心地学习 我感到很满意 虽然说由于疫情的关系 我们已经两年没有办法举办实体的教师节庆典 这些工伟们虽然在缺乏磨练的机会之下 也没有相关的筹备经验之下呢 他们也勇敢地接受任务 相信工伟们在整个筹备的过程里面都学到不少东西 希望他们能够善用所学到的 并且能够尽力求精 在这里我们感谢老师们为我们打下厚实的根基 感谢你们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没有您们就没有今天的我们 我们也承诺我们会带着您们的真正教会 在人生这个舞台上获得满堂喝彩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